对于许多老百姓像我 很多时候我就觉得 能平平静静地重复着日子 守着一家人安稳地奔着希望向前走 这就是幸福 而这样的幸福 在中国的近代史上 对于国人来说是一种奢侈 历史走到今天 生活终于有了难得的平静 但这平静依然在遭受着严峻的挑战 于是我想和您重温鲁迅的这样一篇文章 友邦惊诧论 只要略有知觉的人就都知道 这回学生的请愿是因为日本占据了辽籍 南京政府束手无策 单会去哀求国联 而国联却正和日本是一伙 读书啊 读书啊 不错 学生是应该读书的 但一面也要大人老爷们不至于葬送土地 这样才能够安心读书 报上不是说过 东北大学逃散 冯庸大学逃散 日本兵看见学生模样的就枪毙吗 放下书包来请愿 真是已经可怜之至 不到国民政府却在12月18日通电各地军政当局闻礼 又加上他们捣毁机关 阻断交通 欧商中委拦截汽车 横击路人及公务人员 私贷刑讯 社会秩序 稀被破坏的罪名 而且指出结果 说是友邦人士莫名惊诧 长此以往 国将不国了 好个友邦人士 日本帝国主义的兵队强占了辽级炮轰机关 他们不经常 阻断铁路 炸毁客车 补禁官吏 枪毙人民 他们不经常 中国国民党治下的连年内战 空前水灾 卖儿就穷 砍头示众 秘密杀戮 电刑逼供 他们也不经常 在学生的请愿中有一点纷扰 他们就惊诧了 好个国民党的友邦人士 是些什么东西 即使所举的罪状是真的吧 但这些事情 是无论哪一个友邦也都有的 他们的维持 他们的秩序的监狱 就撕掉了他们的文明的面具 摆什么惊诧的臭面孔呢 可是 友邦人士一惊诧 我们的国府就怕了 长此以往 国将不国了 好像失了东三省 党国到欲向一个国 失了东三省 谁也不想 党国到欲向一个国 失了东三省 只有几个学生上几篇成文 党国到欲向一个国 可以博得友邦人士的夸奖 永远国下去一样 几句电文 说得明白极了 怎样的党国 怎样的友邦 友邦要我们人民身受宰割 既然无声 略有越轨 便加屠戮 党国是要我们 遵从这友邦人士的希望 否则 他们就要通电各地 军政当局 急于紧急处置 不得于事后借口 无法劝阻 敷衍色泽了 因为友邦人士是知道的 日本无法劝阻 学生们怎会无法劝阻 每月一千八百万的军费 四百万的正费 做什么用的呀 军政当局呀 写此文后刚一天 就见二十一日申报 登在南京专电云 考试院部员张乙宽 盛传前日为学生嫁去重伤 资据张自述 当时因车夫误会 为群众引至中大 选出校回育 并无受伤之时 至行政院某秘书被拉到中大 亦当时出来 更无失踪之时 而教育消息栏内 又记本部一小部分学校 赴京请愿学生死伤的确数 则云 可见学生并未如国府通电所说 将社会秩序破坏无余 而国府则不但依然能够镇压 而且依然能够诬陷杀戮 友邦人士 从此可以不必惊诧莫名 只请放心来瓜分 就是了 文字在鲁迅的笔下 就是有这样的力量 我相信今天的你我 依然需要这样让人警醒的文章 这就像是 咱们一家人围着桌子吃饭 当我们把全部注意力都放在 谁的碗里盛得多些 谁的碗里盛得少些了的时候 可能 饥饿的邻居们 正想着怎么把我们的锅端走 或者打破 感谢你收听我的分享 欢迎您关注微信公众号 365读书 留言点赞 也欢迎您把喜欢的文章 分享到朋友圈 我是潮雨 明天见 我们隔着调遥的山河 去看望祖国的土地 你用你的足迹 我用我游死的享受 我游死的享受 我们隔着调遥的山河 去看望祖国的土地 我们隔着调遥的山河 去看望祖国的土地 你用你的足迹 我用我游死的享受 你对我说 我游死的喜高